郭文貴議員 他剛才有跟我請教我有同意的 上次說那個官員要請假前也要詢問一下在場官員的意見 我第一個問題是要問他的 那個黃大使有在 好不好 他願意承擔 你就讓他承擔吧 我對你沒興趣 好啦這個不算分 先放他一碼 下次到外交我們再來過招 我想那個 市長不在我還是可以講一下 第一個沒請假 第二個 做錯位置 今天內政部是主要報告的單位 你為什麼要做小的 那個部長位置你讓給那個遲到的又沒請假的人做這樣像話嗎 蛤 不是啊 不是啊 走了你補上來也不應該是那個遲到的人來做啊 好主席請那個 政策你要道歉 你們內政部是主管機關你還坐在那個位置 對啊我看那個審次長 坐在那邊也沒在聽啊他在下面不知道寫他什麼東西他不是號稱最有禮貌的人嗎 這完全不符合這個國際禮儀啊 你不能說在國內就不用不用就可以不用不用這樣很有禮貌 那個主席請一下那個所有官派的這個禮事 來所有官派也是都上台 謝謝 謝謝 他那個邱文達也不見了 為什麼我要上來問的時候我要問的人都不見了 因為你排在比較後面 也沒有太後面吧 沒有人敢站在麥克風前面喔 那個最近一次開的這個禮事會是什麼時候 誰代表回答 3月31號 3月31號 那一定也有討論過到這個核災的這個核災捐款的這個問題嗎 對不對 募款的是 是這個部分他紅會有提議 好那我想在座的齁 呃 你們每個人都有出席嗎 沒有出席的請舉手 沒有出席的請舉手 好123455個喔 比例很高 黃道神你也一樣要上台 好 你也是代表那個 對 外交部有沒有出席 那一天也是請假 好那再一次沒有出席的請舉手 好謝謝 那請問那個 呃 你們 不管是你們去或代表去 呃有 發表什麼意見嗎 特別針對這個核災募款的部分 有沒有 都沒有嗎 沒有講話都沒有 那個 交通部次長 也你就 你就沒去嘛齁 對我想起來我們第一次相會是在那個電梯裡面 好你跟我講話也蠻大聲的 你今天可以用那一天大聲然後很強勢的樣子 好那個樣子可以拿出來大膽的回答我的問題 沒有那天沒有去 好你現在態度跟那天在在那個電梯裡面跟我槍俠差很多耶 那天跟委員後來有很多缺席 你那天沒去嘛齁所以 沒有 那你下次會不會去 呃因為那天3月31號那天 我問你下次會不會去啊 因為3月31號那天行政院研考會有一個關於 我問你下次會不會去啊 所以要看那個時候 你跟對問題回答 如果那個時候 如果那個時候沒有要看那個我們那個會議的情況 因為我我們那個 呃各部門的那個業務 所以非常的 所以你也不確定齁 那下次會出席的請舉手 有空就會去 好那大部分的人都很忙碌 對不對 好我看了看了看去只有那個軍事局的那個飯局長齁 比較守規矩 好中規中矩 而且他也很老實 很老實的告訴大家說 這個呃原先這個募款呢 是需要經過理事會同意的 但是結果沒想到這個理事會 呃 竟然這個募款的行為 竟然是在事後才報備的 呃 我想請問一下齁 針對這個 就是說募款沒有先贈得這個理事會的同意 才事後報備的這個方式 你們可以接受嗎 還是認為這樣子很合理 好次長 跟委員報告齁 因為他這個洪會 他有定一個啊 呃中華民國 紅石市會總會 募捐辦法 那在這個募捐辦法的一個第二條裡頭 齁他有提到募捐方式有專案 募捐跟緊急贈災募捐 那有關啊 緊急贈災募捐這個部分 假如說育有國內外突發重大災變 那由會長市狀況緊急 對外呼請啊 這個社會各界啊 捐贈財務 然後進行緊急的贈災 事後能應提理事會合備 對規定規定規規定嘛 那但是很多人是這樣是認為不合理的嘛 因為齁 剛剛次長 我有很注意聽你的這個答詢 你特別講說喔 你要廣聽各界的意見喔 那這邊剛剛也有委員特別提到 我再跟你加強強調一次喔 平常會做公益的這個我們國內民眾佔百分之七十四 那擔心這個捐款沒有被妥善運用的高達百分之六十五 那有百分之四十二是缺乏 對這個我們這個募款的單位是缺乏信任感 那高達百分之九十的這也是最重要的 也希望這個募款單位能夠公開說明每一筆善款的流向 那我想在這個規定喔 即便是他事後的來報備的話 那你們最多只是尊重而已嗎 你們會提什麼意見嗎 有去開會的人講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剛剛軍議局局長講過了嗎 剛剛還有一位有去開會對不對 是誰 教育部的嗎 沒有我們那天因為我們教育部有一個記者會 喔你也是沒去 所以等一下有去的是誰 一個而已是不是 好啦那你再那請你再回答一下 就是說通常他們這樣事後跟你們報備的話 你們還會提意見來反對嗎 我們會看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異常的話 我們都會同意 那通常通常大部分都看不出什麼異常 是 好是這樣子沒錯吧 好 好既然沒有什麼異常我們就回顧一下 在過去這個南亞海嘯的時候喔 曾經這個這個募款的部分喔 就有人檢舉是要抽15% 那現在我剛才又有聽到1%抽1%的 那個是不是請那個那個紅十字會的蜂蜜書長 是不是 謝謝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到底到底是抽幾趴 呃 委員跟您報告 原則上我們都沒有抽幾趴 所以沒有抽趴 但是我們在實際執行的業務上面 有一些需要的開銷 那是按時去支付 那據我們的統計都沒有超過1% 比如說 呃這個 那個以前捐款收據哈透過郵波透過銀行 他有一個手續費的會扣除 那是以前但是這一兩年已經沒有了 那他也考慮到一旦有重大災害的時候 民眾的捐款愛心不能夠被這個抽掉 這個扣款掉 所以他就沒有了 但是現在比如說我們的志工 來到我們會裡面幫我們 我們可能給他一個便當 那其他的 所以換句話講就是 呃捐款 不一定總額全額會全數到達那個 需要這個受贈的這個對方的手裡 對 如果按照你們這樣來講的話 有一些執行業務實際的需要的支出 對 那還有你你說的1% 你沒有你今天沒有提出一個 一個實質的一個證據出來 我很難聽你嘴巴這邊講 因為有人檢舉 過去有人檢舉 說是15% 剛剛又有說你們又是幾%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今天這個捐款 沒有辦法全額到達這個 需要這個受贈者的這個手中的話 你們就應該很清楚的很清楚的 在一開始第一時間告訴捐款的人 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不然今天我們就不用在這裡開這個會啊 大家那麼多對你們有質疑 那另外 另外就是說剛剛 呃 還有你們這個 在你們的辦法裡面也可以就是說 應該要明定嘛 到底到底是 你們認為就是說這個手續費 會扣掉多少嗎 因為畢竟你們不是基金會啊 那不是基金會 對如果今天每次都是有這個重大災難的時候 或者有什麼災難 呃特殊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才會有人捐款 你們才會有收入嗎 才會有這些呃必要的開銷嗎 啊那如果如果今天就是說 呃都沒有災害發生的時候 沒有人捐款 那你們平常那些開銷那些支出 你們那些行政費用你們是以賴 賴以什麼為生啊 我們也是呃民眾的捐款 但是他不止盡用途 他就是呃給我們 就是捐給你們用啊 推廣紅獅子運動之用 也是有這種的捐款嘛 他既然已經有這種捐款 為什麼還要用到那個 用到那個人家特殊的那種 譬如說像呃指定捐款啦 給這次的這個特別這個核災啊 或者是過去那個南亞海嘯的 跟委員報告就是專款是專用 也是專門的支出 所以他在那個專戶專戶專款裡面 為了這個案子 他相關的開銷 應該也是由這裡面支出 是依照 除了券募條例以外 我們中華民國紅十字 呃募捐辦法裡面 第八條他有個規定 就是說募捐活動期間之開支會用 得於公寓券募條例之範圍內支印 你們這一次的這個指定捐款總共有幾筆 總共有幾筆 對不起 這一次的這個指定捐款總共有幾筆 只有一筆是指定捐款 但是我們收到的是四萬多筆的捐款嘛 指定捐款五千萬的那筆而已嗎 他這特別指定說要給福島的這個 那個會出去的沒有 呃還沒有 因為我們要跟日本紅十字會去協調 那人家指定捐款是希望在第一時間 揮出去啊你們現在都沒有 但是我們要透過日本紅十字會 那五千萬扣掉多少錢 那個一毛錢都不會扣 一毛錢都不會扣 都不會扣 確定齁 好好那我們會繼續看齁 好那我想問題再回到後面那個理事們的聲響齁 呃你們開會領多少錢 有沒有領錢 出席費一次兩千塊 出席費一次兩千塊 那派代表出席的呢 是誰領 好代表領 那所以其實 呃 蛤 代表對不起代表可以領 確定嗎 你們派代表是代表領嗎 沒有 講清楚啊 正式 欸你們這太過頭二拍咧 這是有紀錄的咧拜託 有 你繼續啦你繼續 我跟你講齁 你們你們是官方的代表今天邀請你們來 如果你們打選還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有第二次會議 然後第二次會議 沒有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請假啦齁 一個紅十字會有公報的代表今天才邀請你們來 也遇到這樣的問題 也希望你們站在政府的角度 然後去監督 去督促紅十字會 讓善管可以真的落實到專管專用 可以解除到捐款人的疑慮 你們今天來 你們是用這樣的態度在處理這種事情 對委員的答詢 你沒有出社會你參加資料 出社會你別人唸 你可以別人唸 你是什麼外國會 我說其實今天的委員會也是很離譜 不管說有什麼要事 內政部長不在 然後我要問一下沈呂群,沈呂群次長不在 然後再看一下衛生署長又不見了 然後你們問一下你們這幾個 應該要去開會要去監督的 通通派代表 然後下次問你們要不要去 還要說看我們有沒有空 有空才會去 那請你們去當理事幹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有這些官方代表呢 就很奇怪啊 而且我們檢視一下這個紅十字會裡面 這個成員的名單 大部分都是國民黨政府的高官啊 還有更離譜的是 我們還有我們的同事立法委員在裡面 就可以國事論壇可以起來護航啊 我們那個審預算的時候也可以起來護航 這樣子很我覺得 我覺得難怪難怪今天民眾對你們質疑嘛 對你們沒有信心嘛 現在還有上次過去喔 也有被人家爆料就是 秘書那個好龍斌的當秘書長的時候 跟三位那個出身軍職的處長 每個月有領了十幾萬 現在秘書長的薪水是多少 那個是不是 那個請洪十字會副秘書長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每個職位的薪水好不好 我們很想知道 秘書長的薪水是個位數的萬 什麼時候改的 你說你嗎 還是從會長開始嗎 會長有沒有領薪水 會長跟我們的理監事都是選任職員 他是不知薪水的 依照人家法的規定 有資金的 有資金就是從秘書長以下的實際執行工作的人員 那我們秘書長是個位數的萬元 一萬塊 個位數啦 九萬 因為這個是他 九萬是個位數 一萬也是個位數啊 講得這麼含糊 因為這是屬於他個人的這個隱私的 我就只能說是個位數 我有問到個資嗎 這有簽署到個資法嗎 他不是超過 不是十萬元以上 今天你來立法院委員問你要回答 主席他不回答 這個 一定要他回答 沒有啊 不然你們書面的列出來 讓我們大家看一下嘛 不然我們每次問 你們從來沒有一次要回答 沒有他可以不回答 但是那個內政部正是站在主管機關 他把相關的 所有紅十字會的 這些人員的薪資提供給委員會 應該是這樣 我沒有辦法勉強他要回答 因為他畢竟他是民間的 這個請了解 你那個內政部那邊 準備一下啦 書面好不好 好那就這樣啦 可能那個主席下次還要再排一次 好謝謝 好謝謝陳委員 來各位請回 接下來我們請 黃一喬黃委員 黃一喬黃委員 黃一喬黃二喬 五喬 rob 六喬結 六喬溫 六喬 六喬綿 ω六喬綿